中国地大物博,但很多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方面的东西不管南北西东都出奇的一致。 比如传统的中式婚礼,可能各地的流程细节会少有差异,但其中拜堂的仪式一定基本相同。 无论在哪里,拜堂成亲必定要有三拜,一拜天地,二拜高堂,然后夫妻对拜。 拜完之后,把小两口送入洞房,才算里程。 从古至今入洞房都是传统中式婚礼最重要的环节,也是作为里程的一个最终仪式。 一直到现在,我国绝大部分地区还保留有新婚之夜,闹洞房的习俗。 古代文人更将洞房花竹叶列为人生,四喜之一。 那么新婚之夜为什么要成为入洞房呢? 在远古时期,文字还没有出现,文明也指刚刚萌芽的时候, 这个时期的人类主要以洞穴作为局所。 他们刚刚进化出了灵智,开始有了廉耻和道德的意识。 直到要用树叶织闭身体的重要部位,有了隐私和虽然的概念。 人与动物有个最大的区别,人类有道德。 有廉耻的意识,而动物没有。 比如动物的繁衍交配,可以庞若无人,肆无忌惮,而人类不会。 早在远古时期,人类就懂得,在结合的时候避开图群,躲到更加隐蔽,四密的洞穴里进行。 那么到了语言和文字出信的时候,年轻男女相互吸引走到了一溪。 谈着谈着恋爱,就找不到人了。 人问哪去了,知道的人就说洞房去了。 大家马上就瞄懂是什么意思,于是洞房就成为了男女婚配确立的标志。 洞房之后,就算是事实意义上的夫妻。 所以在文明和文化逐渐形成之后,传统婚礼的最后一项,依旧保留了入洞房的环节。 洞房为什么叫洞房? 就是因为它是从远古时期保留下来的原始习俗,新人必须在四密的洞穴中完成婚配。 所以古人发明的入洞房教法,简直是太形象了。 洞房一词在古人的诗作中有大量的体现,比如唐代诗人朱庆渝的洞房昨夜亭红朱,待小藏钱待旧姑。 这里说的就是一个新婚的女子在经历了洞房花竹叶之后,准备在天亮以后去拜见公公婆婆和家中的其他长辈。 有点娇羞,又有点忐忑不安的感觉。 那么和洞房有关的诗词,最负盛名的当然就是那句, 九汉冯甘林,他乡欲古之,洞房花竹叶,金宝提名时,这也是所谓的人生四喜。 不管是古人将洞房花竹列为人生四喜之一,还是现代传统婚礼上入洞房的仪式,都是在强调婚姻的神圣与珍贵。 洞房不是儿戏,婚姻更应该付出医生的努力去对待。 那我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